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 赖俊龙与赖东贤主持的三立行角节目周三爱玩客, 首次让两人带助彼此亲阿摩出外景, 这次将目的地宣在不为国人熟知的室外桃源聚集岛, 挑战南韩最美海景山极限, 全长39K共五座山头。 赖东贤透露, 阿摩为待自己牺牲不少自己年轻的岁月, 因此现在会常鼓励他趁体力都不错的时候, 要学会如何去享受人生, 导致阿摩现在往往比自己还忙, 时间上都排得满满的, 而这次能和阿摩一起出游做节目, 被赖东贤视为太难得的经验。 赖俊龙则表示, 受日本教育长大的阿摩在本质上就是个小女孩, 所以他常会闹阿摩, 也经常鼓励他要抛开拘束, 平日就会引导他拍些时下年轻人流行的网美照, 他笑说, 由于照片都会放上IG, 也是自己IG上的网红之一。 另外, 他也提到原本阿摩不赞成他主持, 希望他能全新投入家业, 但跟着一路走完这一趟辛苦的外景后, 阿摩却反而欣然赞成让他专心主持工作了。 赖俊龙常鼓励阿摩拍王美照。 三例提供, 赖俊龙, 又, 与赖东贤, 中, 带住彼此的阿摩出外景。 三例提供, 平日出外景提供, 中,